敬德因為受傷到了二軍 變化球 最後是三陣掉了林安可 走在那一側的變化球投的真的有夠準 還是要放在外角 揮棒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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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重要關鍵的EK 這個變化球的控球是一個觀戰終點 再來一次最後讓打者是揮棒落空遭到了三陣 江紹興在今天的投球 鼓手蹲在外角 揮棒落空 因為他今天投了最漂亮的一顆 應該算是重向的變化球 來看一下 能夠忍住的應該沒幾個 他的訴求的違進 是不好打的 這一球揮到空氣了 對 就像這樣 他很容易會掉到你 因為他實在轉得很快 陳建秀目前聯盟有打擊王 今天遇到 加上一個宋承瑞給打破 19是17天耶 我已經鎖定好了 很會佈局 最後走外奏 第一名三陣的又打扯 賞給了林黛安 突突 突突 哇這一球 看著被三陣 因為他的滑球也是有速度的 不是說他沒速度 那這次江紹興在本 主要的滑球球種其實也滿不錯的 差不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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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漂亮的變化 主接只能 站在原地 他可能在想 哇少慶你這顆球有夠準 球速目前還是投注領先 這一球人 其實看完暗號之後 最後的時間來講 他稍微把他拉得長一點 所以最後用這個滑球 取得了出局數 看完就應該去吃個小吃 沒有 我是播完去看比賽 還有場上 應該會覺得 哇這投手應該 不好打 最後塞了一顆152公里的速球 不囉嗦直接賞給了林黎一次三陣 郭天信是先後達成 這個乾淨的白安 不過 滿球數 最後用外角的速球 讓打者變成人體電風扇 遭到了三陣 不能夠來先持得電 用一個high fastball來到153公里 讓奇迪七道拱冠 變成人體電風扇 遭到了三陣 哇今天真的在關鍵時刻啊 危機的時刻 比你打 投你多喜歡打的位置 走在高的位置 滿臉的情況 153公里的速球 江紹慶化解了滿臉的失分危機 連續飆出兩次的三球 哇漂亮的好球解決 最後用一個外角 兩好一塊 哇 又是用訴求 打者回一棒落空 今天確實 每一局的一個危機 第九棒的張振宇 還是面對 就回來了 都有帶來一波很好的效應 都有帶來一波很好的效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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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